各位朋友 大家好 常各因网友的要求介绍了 头云的原因有什么 今天就要介绍如何舒缓头云 陈佑佳医师提供了有四个方法 可以缓解头云 第一就是减少头部移动 或者头转的时候不要转得那么快 慢慢地转 第二当你头云的时候立即躺平 不要动了 第三就是吃止云的药 例如抗组织安、云车的药 第四如果你的头云是因为偏头痛而导致 你可以吃止痛药 或者偏头痛相关的药物 但我们也知道预防是胜于治疗 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帮我们预防 避免时时头云呢? 根据国外知名的医疗保健网站 webmd的资料指 如果你时时头云 你可以试下做现在介绍的情况给大家 第一点就是避免喝酒 吃烟和摄取咖啡因 因为这些食物会降低脑部的血液灌流量 令到你的头云症状更严重 第二点就是要喝足够的水 第三就是要充足的睡眠 第四要减压 作息要正常 同时要有规律的运动 第五就是注意 你什么事情会引起你头云发作呢? 好像是很强的光线 噪音 或者你的动作很快速转变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是会导致你头云 你就要记住尽量避免 当然饮食方面也会有影响 我们可以如何呢? 适当补充维他命C、E和B群 因为维他命C和维他命E 是和血管构造的完整性和弹性有关的 而维他命B群 是和神经的全度功能有关 所以缺乏这些维他命会导致我们头云 陈医师他又建议 如果你有血糖或者血压问题 平时要定时测量 如果真的不控制得好 就要和医生讨论如何改善这个情况 这样可以帮助你 因为血糖和血压问题而导致头云 所以我以前已经有两个播放清单 一个是血压和胆固醇 一个是糖尿病专辑 这两个播放清单的网子都会在现时简介 你想知道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你按进去就有很多讯息了 在血压里有一个汤 是帮大家降压的山楂荷叶猪肉汤 是国医介绍的 特别适合高血压的人在冬天饮用 这些网子都会在简介 至于低血压有什么汤水可以提升 国医亦有一个汤水介绍 我会尽快尝存的 很多时候我们头云都是因为贫血所致的 所以我亦有另一个视频 手术后如何快速补血 这些全部资料在现时简介 你按进去就可以得到 如何煮汤水 希望这些资料可以帮得到 各位网友 因为成因太多 不能一一尽录他的汤水 我已经上传的那些 在这里拿出来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至于月位按摩亦有帮助 你想知道的就要留意下一个视频 多谢收听